今天這支影片我相信大家已經期待很久了 沒有錯 我們要來和大家分享 我們KRV2.0版本的傳動 不過在這之前 我要先感謝高雄鄰園的南威測驗老闆 當初KRV他在召回更換新版的開壁盤還有大攤簧 南威測驗的老闆是主動跟我聯繫 他是跟我說他要協助我來更換這些所有東西 非常感謝南威測驗的老闆 因為我說真的 大家都知道 我這台KRV是在南部買 然後我還特別欺揮到北部這裡 還蠻感謝南威測驗老闆很主動的跟我這樣子聯繫 所以在這裡非常感謝南威測驗的老闆 很感謝你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正題 說真的這次KRV他更換了新版的開壁盤 還有大攤簧 我相信在各大媒體還有其他的一些YouTuber都有分享過了 對於我來講這次的改版 跟我們之前一開始 一拿到這台車騎起來的那一個感覺 有差 非常有差 我相信各位剛剛在開頭的時候有看到 我有特別再去測0到400 更新開壁盤還有新版的大攤簧的時候 我們0到400所測出來的秒數是20.73 不管我怎麼測 我的0到400在還沒有更換新版的開壁盤 跟大攤簧的時候 我測出來的秒數20.9 甚至還有更長的 不管怎麼測都是這樣子的範圍 當然這個就是跟你環境地形等等之類都是有關係的 這一次新版的開壁盤已經改變了 大攤簧的部分 他是從左旋變成是右旋 所以差異是在這裡 第一批的KRV所使用的大攤簧是左旋 如果各位有在注意我的影片 KRV的第一批他是用左旋大攤簧 而且他用的是G5雷霆的大攤簧 到了新版這一批他改變成是右旋 而且那個硬度壓起來是很硬的 那個加速力道會跟之前第一批 所騎起來的那種體感是有差的 很多車友也有反應就是起步還是會抖動 在這邊我要跟各位講 如果你有騎過第一版的KRV 那個起步抖動是更長的 但是換到新版的開壁盤跟大攤簧 其實起步抖動的狀況有稍微改善一點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的2.0版本有把這個問題 再把它解決得更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直接拆開來 直接告訴大家我們是怎麼配置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拆床洞吧 拆床洞的方式在我們很早之前 都一直和大家分享過 這個2.0版本他比較適合是新版的開壁盤 如果你是舊式的開壁盤的車友們 你可以去參考我們之前那部影片 那個就比較是屬於舊式的開壁盤的配法 說真的一句話 新版的開壁盤 你說它會很難配嗎? 嗯... 我只會說必須花一點時間 而且要花多久時間就看每個人的配置 每個人怎麼去想 因為新版的開壁盤它的取勾 如果你有特別玩過三葉近戰的車系 其實是很類似的 你只要有玩過 你大概都可以了解出來 它的配法必須要注重什麼 我直接跟各位講大堂皇非常的重要 直接拆開來給各位看 這樣子是最直接 讓大家知道我的配法是什麼 不過在這邊要跟各位講一點很重要 這也是我曾經說過的 天下沒有最強的傳動 只有適不適合你的傳動 我們這個配法其實說真的 算是很古老的一種配法 但是它也算是我們以前在玩改裝的時候 常用的一種方式 順便記錄一下 要不然這種改法已經越來越少人知道了 我們分兩部分來講解 我們先來講這裡 離合器 網工 還有開壁盤的部分 往後我們再來講前面的配置 我們先拆下來 網工的部分 之前我們有和大家分享過 你可以去用雷霆大阻的網工就可以了 網工的挑選 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你可以去挑選你自己喜歡的 那我是用這一個 現在大阻的改裝網工非常多 反正你就挑選雷霆大阻的就好 然後接下來 皮帶我們先拿掉 各位可以看到 我還是第一個版本 那網路上有人講說皮帶有很多版本 目前我知道有一個版本 長度有一點點小小的不一樣 那這部分後續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 我們來和大家講 這一個 我們是怎麼配置的 我們先拆開離合器 那你可以用套桶39號 這個在拆的時候都要特別注意 要壓好 我們先講這個離合器的部分 我們之前有和大家分享 我們有拿去貼皮的 很多車友都會詢問我 真的要拿去貼皮嗎 你不貼皮也可以 如果你有貼皮的話 它會去增加它的摩擦係數 你不想要去貼皮也是可以 你就去改變小堂皇的印度就好了 在我們1.0版本的時候 我們是用雷霆2000轉的小堂皇 我們有把小堂皇特別改變了一下 我們試了非常多的小堂皇 試到最後 我們去挑選了2500轉的小堂皇 至於是什麼品牌 你們都可以去用 因為2500轉的小堂皇也不多 大概就只有那幾些品牌而已 那在這樣子的配置下 結合轉數是可以來到 3000到3200轉這附近 基本上抖動的狀況可以減少很多 那二來大家可以看到 我離合器皮的吃麵 我還沒有全部吃嘛 基本上我應該是要去做一些倒角 可是我故意不做 我就是讓它自然磨合 離合器的部分是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重點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來一一和大家講解 第一個是這條大堂皇 這條大堂皇 我們真的找超級久的 我們有發現到 KRV這次新版的大堂皇 大堂皇是非常的硬 當你在按壓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硬度真的是非常的硬 所以換句話說 在尾數的部分 你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 這個時候我要跟各位講 如果你是拿我們1.0版本的大堂皇 也就是用S-Max的大堂皇 用在新版的開閉盤的話 你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會高轉 動力也沒有馬上出來 簡單講就是 聽到聲音 但是沒看到音樂 那種是有點空空的感覺 這條大堂皇 我們挑選是右選的 我還是維持右選的 那好家在以前玩光陽的車子 還蠻多種的 所以我就突然想到這條大堂皇 是頂克180的大堂皇 這個是它的料號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把它叫來 我相信眼尖的車友有看到了 有入珠 為什麼要入珠呢 我來跟各位講 我先把珠子倒出來 因為頂克180的大堂皇 它的粗度比較粗 它的這裡的直徑也比較大 所以你要放進去KRV的開閉盤 是放不了的 那個時候我們本來是想說要換這個蓋子 但是頂克180的蓋子 它這裡的長度比較短 油風會露出來 所以沒辦法 後來我就想到一招 就是入珠 入珠一下去後 這個大堂皇就可以用了 而且有入珠開閉盤 在運轉的過程中 是會很順暢的 講簡單一點 這個入珠方式 就是所謂的扭力加速器 早期還沒有扭力加速器的時候 這個就是扭力加速器的十足 所以我們入珠完後 你再去買一個這個擋油環 這個擋油環是G5的擋油環 料號的話我也給各位 這個就是它的料號 你可以去買來 要記得是先蓋上去 然後再放上去 那這樣子的配置方式 會讓開閉盤 它在開的時候順暢度會很順 等一下大家你們可以看到 我在把皮帶逼進去的時候 會比平常更好試勾 不過這邊要跟各位講 原本白色的擋油環 就沒有辦法使用了 原因是因為會卡到 所以你要特別去注意 你的油風這裡有沒有漏油 一般來講 我們差不多5000公里 就要再看一次了 那再來就是 開閉盤裡面 我們有換那個倒銷 因為KRV新版的倒銷 是分離式的 D版是固定式的 那我跟各位講 你一定要換倒銷 因為換完後 它在變速上會比較順暢 然後再來我要跟各位講就是 我們還有墊一個墊片 KRV的開閉盤 其實是沒有全開的 我們把這個墊片墊下去後 可以讓它稍微全開 墊片的厚度是0.5mm 你墊一片就好了 你不要墊到兩片 要不然在鎖離合器的時候 那個牙會咬不多 擔心螺絲會鬆開 所以我們墊一片就好了 而且我跟各位講 我們有測試過 你沒有墊的時候 皮帶吃進去的程度 我們有做記號 當我們把這個墊片放上去後 各位有看到 我們皮帶是有再更吃進去了 所以整體上 整個開閉盤跟大彈簧的改變 就是這樣子 幫各位再做一個總結 第一個是倒銷 要換成分離式的 第二個是墊一個墊片 第三個是露珠 再來就是這個擋油環 最後是頂克180的大彈簧 我們後面的配置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鑽回去 鑽的時候你在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頂克180的大彈簧 它其實不是很硬的 KRV的開閉盤方向 是跟一般傳統是相反的 所以在逼的時候 很難逼 但是我們有露珠後 各位可以看到 順暢度會很順 有沒有看到 順暢度很順 然後皮帶 就這樣子 比之前好用的 我要跟各位講 不會倒轉 這部分是屬於後面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到前普利盤的部分 接下來是前普利盤 前普利盤的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我們用的是Tag普利的珠子 然後珠子的重量 我們還是維持11克 在這邊要跟各位講 這個11克配法是按照我的體重下去配的 我的體重大概是落在75公斤 所以珠子的重量 你要根據你的體重下去配 還有再來就是你喜歡的騎乘感覺 那很多人都有問我說 Vic可不可以用圓珠 可以 一樣也是可以用圓珠 當然效果一定是會有一點小小的差異 然後再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有墊一個墊片 這個是0.5mm的墊片 因為我們有發現到KRV原廠的皮帶 其實是沒有置中的 那我們墊了這個墊片後下去 至少可以讓KRV的皮帶稍微置中 不可以再墊了喔 因為如果再繼續墊下去 你這裡在鎖的時候 牙齒的會不夠 再來我要跟各位講 Tag普利它的珠子有改版 在之前的第一個版本 這裡的弧度是不一樣的 它比較反正 在第二版本的時候 它把這裡弧度用的比較遠 所以我放一張照片給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差異就有差別了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 它的檔位有提高了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的尾數已經快接近跑滿盤了 這一部分就讓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基本上這個就是我們的配法 以上就是我們2.0版本的傳統配置 有興趣的車友們都可以參考 對於我來講 新版的開壁盤 我不會覺得很不好用 我喜歡把一件事情徹底的研究 確定真的不行 我才會去換開壁盤 要不然說真的 我不會這麼輕易的去換開壁盤 大堂皇其實不要適應 最重要的是皮帶的加持力夠不夠 當然還是要看整體傳統的配置 不過各位都可以發現到 我都沒有更換任何的前普利盤 我到現在還是使用原廠的前普利盤 我光要找這個大堂皇 我真的找了非常久 我到底有測試多少大堂皇跟小堂皇 來我讓各位看一下 這一袋我倒出來給各位看 來 這些都是我們測試的大堂皇 總共有8條 無論是長短左旋右旋 我們全部都測試 最後我們才挑選頂克180 硬度也不會太硬Q度也夠 你可以看我們連改裝的那些 我們全部都測 小堂皇更不用講 測幾個 1 2 3 4 5 6 這邊還有一個7 8條大堂皇 7組 小堂皇甚至不只 你們看到這邊還有其他組 所以87不能再高了 我們測試的非常多 測試也非常久 真的是花很長的時間 把這個東西用出來 然後分享給大家 然後順便跟各位講 剛剛入租的東西是這個 你可以去買 所以我就是測試這麼多的大堂皇 這麼多的小堂皇 主要是想要讓大家知道就是 我不覺得新版的開閉盤不好用 我的個性是屬於 把一個東西徹底的了解 這樣子的配置 但是我還算滿意 因此就和大家分享啦 那你們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參考一下 那未來會不會有傳動的改變 這部分跟各位講還是會有的 不用太擔心 我們會繼續把傳動優化到是更好的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3.0的 或者是會不會有其他的改裝套件 所以一定會有的 所以各位都可以在鎖定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也很感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只要你是KRV的車主 你有任何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我相信原廠都會看到的 我更相信原廠也是很有心想要 幫我們解決我們現在所遇到的狀況 我們車主自己要團結起來 去爭取我們的權益 因為畢竟這台車也是不便宜的 我們會比較擔心的是 那保固過後呢 所以我們是希望把品質可以顧好 那我們騎車是可以多一份安心感 甚至我們到任何的服務站 也是可以很快的幫我們處理好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KRV車主比較注重的 那我相信原廠一定也會開始慢慢 朝這個方向走 也會注重我們的心聲 然後開始對它做一些小小的改版等等之類的 那我更希望是真的有改版的話 就幫我們召回一下 要不然我們第一批的車主 其實也是蠻辛苦的 我這台車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各位都可以知道 但是我從來不會去攻擊任何所有的車廠 或者是店家 甚至廠商的商品我都不會 因為我覺得與其你去攻擊 那倒不如是善意的溝通 去把問題解決掉 這才是重點 你走在那邊 谢谢观看